今天介绍针法网格山形绣 我事先画好了格子 尺寸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画 首先在最上面一排的小格子里进行刺绣 这样绣 绣两个下边靠在一起上边分开的短直针 就像这样 接下来每空一个格子绣两针这样的直针 上面绣好之后绣下面一排 那么和上面一排的方向是相对的 位置是错开的 这样网格山形绣里的网格就绣好了 然后另起一个颜色的线在上边的这个位置出针 也就是在左边的短直针的线后出针 将线全部拉出布面 然后从右往左穿过右边的短直针 接下来在下面进行绕线的操作 先从右往左穿过左边的短直针 先从右往左穿过左边的短直针 再从右往左穿过右边的短直针 进行绕线的操作 那么绕线的方向都是从右往左 绕线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不能刺到布里面 那么这里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们在绕右边的短直针时 如果是在上面一排进行绕 就要将线放在上方 如果是在下面绕 就要将线放在下方 然后从直针放在下方 就要把线放在下方 好 我就是在下面绕紧 也可以把线放在下方 要做好 像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最后在这个位置 录针就可以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我交流手作的心得